我们前后15批次接纳了搬迁群众 以前的话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我到我们阿巴迪镇之后 我们的水就是按时间点供水的 一天也就三次 每次也就一到两个小时 以前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的艰苦 因为是高原游牧民族 下来到平原一开始不是特别难适应 尤其是在就业这一块 这个时候我们的干部会到农户家里面 给他们算进一笔收入账 给他们讲清楚就业的好处 我们下期再见 心里面始终揣着百姓 因为我们的言行举动 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周边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苦在先 奋献在先 回去之后呢 充分利用我们塔吉克民族的特色 发展旅游业 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我们的乡镇旅游 带动我们的群众共同致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